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这是个问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爱情与理智如何取舍 心中爱火理性难治 二时间的节拍如何掌握 秒针滴答光阴意识 三命运的十字如何抉择 人生路口选择艰难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爱情与理智如何取舍 心中爱火理性难治 各位听众学生网友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一个自古至今都让人头疼的问题 爱情与理智到底该如何取舍 这个问题就像是选择吃薯条 还是沙拉一样 一边是美味诱人 但可能后悔的选择 另一边则是清淡健康 但可能无趣的选择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爱情 爱情啊 它就像是一杯浓烈的红酒 一旦品尝 便可能最幸运其中 它能让人忘记一切理智 甚至做出一些平时不敢想象的事情 就像是罗密欧与朱利耶 为了爱情 他们不顾家族的仇恨 最终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当然 这是极端的例子 但它却生动地展示了爱情的强大力量 然而 理智则像是一位严厉的家教 总是在耳边提醒我们要考虑后果 要有计划 要保持冷静 理智告诉我们 爱情是美好的 但它不能当饭吃 不能支付房租 也不能保证未来 理智是那个 在你准备为爱情 放弃一切时 轻轻拍拍你的肩膀 提醒你三思而后行的朋友 那么 我们该如何在爱情与理智之间取舍呢 这就像是在走钢丝 一边是心跳加速的刺激 一边是脚下的安全网 如果完全投入爱情 可能会经历一段难忘的浪漫 但也可能会摔得鼻青脸肿 如果完全听从理智 则可能会过得平平安安 但也可能会错过一些让人心动的时刻 有趣的是 历史上有不少人物 在爱情与理智之间找到了平衡 比如法国皇帝拿破仑 他与约瑟芬的爱情故事轰轰烈烈 但当他需要结婚以巩固正权时 他选择了与奥地利的玛丽 路易斯结婚 这是一个理智的决定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约瑟芬 而是他在爱情与权力之间 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爱情与理智之间的取舍并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重要的是 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 或许有时候 我们需要像唐吉赫德一样为爱情冲锋陷阵 有时候又需要像百拉图一样冷静分析 但无论如何 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让心中的爱火与理性之光 共同照亮你的人生之路 毕竟 人生就是一场精彩的冒险 有时候 即使是最理智的人 也需要一点爱情的掉味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时间的节拍 如何掌握 秒针滴答 光阴意识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古老又新颖的话题 时间 时间是个神秘的东西 它既是科学家的头号难题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老朋友 你看 时间就像是那个不请自来 吃喝不用付钱 选老爱 指手画脚的亲戚 你无法忽视它 却又得学会与它和斜共处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时间的节拍 在古代 人们通过观察太阳 月亮和星星的运行来计时 比如 古埃及人就用日轨来测量时间 而这种方法的准确性 完全取决于太阳的心情 晴天 一切都可以 阴天 嗯 大家就自由活动吧 后来 机械时钟的发明 让时间的节拍变得更加精确 这就像是给时间装上了 一个不停歇的心脏 秒针地滴答声成了它的心跳声 但是 这个心脏有时候也会心挤 因为机械时钟受温度 湿度影响 准确度会有所波动 进入现代 原子钟的出现僵尸间的准确度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原子钟是通过测量 原子能集月迁的频率来计时的 这个频率是如此的稳定 以至于如果你有一个原子钟 它在你的一生中都不会慢上一秒 但是 即便是这样精确的原子钟 也无法阻止我们在周一早上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 而在周末时光飞逝的现象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如何掌握时间 时间管理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科学 有人说 时间就像是河流 你无法触摸到同一条河流中的水两次 因为新的水流不停地流动 但是 如果你学会了建造水坝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股流动的力量 掌握时间的关键在于设定优先级 就像是你的衣柜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 你需要选择合适的衣服来应对不同的场合 同样的 你需要选择最重要的人物来优先完成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能够在24小时内完成惊人的工作量 而其他人却感觉时间总是不够用 最后 我们来谈谈光阴意识这个话题 时间是个大忽悠 它让你觉得自己还年轻 还有大把的时光 然后某天早上你醒来 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变白了 时间不等人 它不会因为你还没准备好就慢下来 所以 抓住当下 珍惜每一个当下 就像是在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每一口都要细细品味 总之 时间的节拍是既定的 但我们如何与它共舞则 是一门值得终身学习的记忆 记住 时间就像是一枚硬币 你可以花它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但你只能花它一次 所以 花得明智一些 不要等到硬币用完了 才后悔没有购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命运的十字如何抉择 人生路口 选择艰难 各位听众 学生 网友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话题 命运的十字路口 啊 这不仅是人生的常态 更是无数文学作品 电影 甚至是肥皂剧的老套路 但是 不得不说 这些老套路之所以老套 是因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生活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左边是未知的冒险 右边是安逸的日常 而你 正拿出一张地图 但这张地图是从一个儿童餐盒里拿出来的 上面画的是宝藏岛 这时候 你的内心系大概是 嗯 这张的图上的X标记 是不是代表住我人生的宝藏呢 还是只是某个小朋友没吃完的薯条 现实中 当我们面对重大的人生决策时 比如职业选择 婚姻 搬家 甚至是晚餐吃什么 我们常常感到无比的压力 这是因为每一个选择都伴随着机会成本 选择了A 就意味着放弃了B 这就像是你在餐厅里 点了一大粒面 然后看出隔壁桌的人吃住汉堡 心里不禁在想 我的人生是不是应该选择那个汉堡 但是 深入来看 命运的十字路口 其实是一个关于自我认知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每当我们站在这样的路口 我们其实在问自己 我是谁 我想要什么 我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也没有万能的地图可以指引我们 有的 只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以及对未来的一份信心 有趣的是 历史上不乏一些关于选择的故事 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洛克勒斯 Hercules 在青年时就面临了一个选择 是选择一条充满快乐但短暂的道路 还是选择一条艰辛但光荣的道路 最终 他选择了后者 成为了永恒的英雄 当然 如果海洛克勒斯活在现代 他可能会在Twitter上发个投票 让粉丝们帮他决定 总之 命运的十字路口是不可避免的 选择艰难 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我们无法预知每条路的结果 但我们可以 学会更好地了解自己 做出更符合自己内心的选择 而当你 站在那个十字路口 犹豫不决时 记得 即使是错的选择 也会是成长的一部分 毕竟 人生不是寻宝游戏 而是一场旅程 每一步都值得纪念 所以 下次当你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 深呼吸 微笑 然后大胆地走出那一步 谁知道呢 也许那个被你选择的路 正是通往你人生最精彩篇章的开始 现在请你们跟我一起思考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在爱情与理智的抉择中 你更倾向于哪一方 你相信命运的指引吗 在你的人生中 有过什么重大的抉择 你又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